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稣第一次拆派十二位使徒出去传道的情况 主耶稣当时给他们的指示成了我们今天训练门徒的典范 现在就请石成和刘文来带领我们查考 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十七节 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 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我们这次要从九章一节念起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全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柄 这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第三次周游加利利传道 这一次耶稣没有陪着门徒 而是派他们两个人一组出去传道 两个人一组可以彼此帮助互相鼓励 犹太人也认为两个人的见证是比较可信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使徒们平常已经学习耶稣怎样传道 怎么样教导人和怎么样医治病人 现在他们就照样做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节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耶稣这一次要求门徒 带在身边的东西要尽量的简便 可能是因为路程不远 加上当地人有好客的习惯 一定会接待他们 可是为什么不要带两件挂子呢 在外头过夜 如果多一件挂子 就可以拿来遮身遇寒 既然耶稣不要他们多带一件挂子 就暗示了 神必定会为他们预备晚上住宿的地方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四节 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这一点提醒门徒 不要凭自己的意思 挑选比较舒适的家庭来住宿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适 犹太人从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堕掉 表示不受异教尘土的污染 而门徒这么做 却有不同的意思 他们是因为这城里的人 拒绝神的信息 所以他们用这个动作来表示 跟这个地方断绝关系 那么什么叫做 见证他们的不适呢 这个意思是说呀 作为对他们的警告 因为门徒们已经尽力传道 对方不听 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六节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 宣传福音到处治病 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 对这次出外传道的记载 门徒们当时只去了 犹太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区传道 至于撒玛利亚 或者是外邦人的城市 他们都没有去 不过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向门徒们颁布的大使命 就大不相同了 那时候主耶稣要他们 把福音从犹太一直传到地级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节 分封的王西律听见耶稣 所做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在新约历史当中 西律这个家族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节经文里所说的 那一位分封的王是西律安提帕 西律安提帕当时正好管辖着加利利省 也是这一位西律王把施洗约翰给杀了的 估计约翰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杀的 西律做贼心虚 深怕是约翰的鬼魂回来找他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八节 又有人说是伊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在旧约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第四章 曾经预言将有一位像伊利亚的先知 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另外在生命纪第十八章 说到有一位像摩西一样伟大的先知 要受差遣来教导百姓 这些个预言都是指着要来的弥赛亚而说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节 西律说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西律王想见耶稣的愿望 一直等到耶稣被捉去给他审判的时候才如愿 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件事情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 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伯塞大 伯塞大是加利利海北岸的一个城镇 耶稣带着门徒到那个城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虚医治的人 耶稣常常为别人的需要 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 日头快要平息 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 请教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借宿找吃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日头快要平息 就是太阳快要下山了 野地是指离开市中心的空地或者是荒地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提到耶稣先提出有关供应食物的问题 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却是指出 门徒们也关心这个问题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 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 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 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的六章九节 就会知道 这五个饼和两条鱼 是一个孩童奉献出来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上半节 那时人数约有五千 参考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知道这五千人只是在场所有的男人的数目 至于妇女和小孩子们都还没有算进去呢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下半节和第十五节 耶稣对门徒说 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马可福音说到 也有一百人一排的 排这个字 在原文有花谱的意思 所以很可能是一群一群的坐在一起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拨开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耶稣望着天祝福 这个动作 也可以说是在向神祷告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篮子 犹太人认为饼是神赐的礼物 所以吃饭的时候 如果有吊在地上的碎饼都会捡起来 当时他们把碎渣渣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这些个篮子是用柳树的树条编织而成的 犹太人喜欢用它来装东西 随身携带着 在耶稣行过的许多神迹当中 唯有这个用五饼二鱼 叫五千人吃饱的神迹 同时被记载在四卷福音书里 从主耶稣要求门徒提供食物 给来听到的群众吃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主不是只关心人灵性上的需要 而是关心一个人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门徒们当然没有金钱 没有本事来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 但是他们的责任只是听从主的吩咐 找到能够找到的食物而已 其余的事情都是主耶稣一手包办的 换句话说 如果门徒们不肯走那第一步 去找到五饼二鱼 那么可能就会失去了 在这一次大神迹上与主同工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只要明白主的心意 就放心去做 结果主必负责 是的 在主耶稣拆派十二位使徒出去传道的典范里面 我们大都学会了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传福音 尤其是去探访陌生的家庭 这样会比较安全 也好互相帮助 有一次 我和一位教会里的同工 一起去探访有小孩子的家庭 我就负责带他们的小孩 让父母可以专心和教会的同工交谈 也有几次 我只是坐在旁边默默地祷告 传福音是要抢救灵魂 是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 不能孤军奋战 对于主耶稣在十二位使徒出发之前 先赐给他们医病和赶鬼的能力 你会不会有疑问呢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实原因是主耶稣在世传道的那个时代 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医术 和那么普遍的医疗设备 所以使徒们要有这方面的恩赐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如果今天神拆派我们到文化水平比较低 又比较穷困的地方去传福音 圣灵仍然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 赐下这方面的恩赐 使徒们传道回来 向主耶稣做了事工报告之后 主耶稣就带他们到远离市区的地方 去安静休息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被上万的群众跟踪上了 主耶稣当天用五个饼和两条鱼所行的神迹 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 可见这个神迹非常重要 根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我们知道 主耶稣是要透过这个神迹向人显示 祂是我们生命的良 事实上 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 都在帮助人更深认识祂 但愿我们查考的时候 不是只在看热闹而已 我们刚才查考到的那一位分封的西律王 他就是一个看热闹的人 他不认识主耶稣 他在那里瞎猜主耶稣是谁 还担心是被他杀害的施洗约翰复活了 至于跟随主耶稣的使徒们 他们认识主耶稣吗 这是我们下次要查考的内容了 谢谢你收听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的 圣经导读灵修系列 路加福音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